看素食飯 明明師傅 到星期五,有甚麼筍 很好玩的東西 甚麼 簡單易做,小糖菜 小糖菜要甚麼做 你別說,小糖菜有很多東西玩 對,那要煮甚麼 我會這樣,將它做三道菜 第一個,我會做一個墨魚餅 小糖菜煎墨魚餅 第二道,我會將它炒菜飯 第三道,我會用清雞湯煮菜的頭 菜頭就行 原來很好吃的,真的做完了 別說了,我先做它 先介紹一下小糖菜 為甚麼要找這道菜 第一,它的顏色比較綠色 第二,你看看我打開的時候 比白色的菜脆脆 你撕開也不要緊 我們待會把它弄碎 我們做菜飯,是嗎 對… 會分開三道菜 三道菜 第一,這些菜葉 像這裡,我把它切掉 稍後煮掉,這個就切了一塊花 不是花 對,很容易玩 不用挑花 不用,我會把花放進去 不過我覺得切一切就有了 而最方便做 第二節,像這種位置 它有爽不爽之間 又有綠色在這裡 這個位置最好放進去那個麥 麥魚那裡 麥魚那裡有一點綠色 但是如果你放太多葉 它就會煮出來,會變黑 但是如果你不放,又不夠爽 大概兩、三湯匙就可以了 其餘那些是怎樣呢 像這種外面,是不是很爽脆 這個可以用來炒飯 炒飯上來的時候 你不要炒到它變軟了 吃起來真的很好吃 我試過介紹給朋友 就是小朋友不喜歡吃菜 就加進去飯 就加進去做菜飯 可能還要給其餘的其餘 他喜歡的香腸、肉 做完之後,他們連菜都吃光 像這個,我就喜歡這個部分 它有點爽,又有點綠 我就會放進去麥魚那裡 一棵菜可以炒五多東西 炒這個菜飯 很多人喜歡很多菜 我們今天也是 那也是,Annie師傅 菜飯要很多菜 你看下去,以為切了一大盒 炒上來 我縮進去 原來縮進去 縮進去,不太能割 還有你炒菜飯吃的時候 就很開心 吃起來很爽脆 好,做好這個之後 我就可以分開 開始做那三味的食材了 先做哪一項 我先拌麥魚 我要拌麥魚 先拌麥魚 先拌麥魚餅 我看不到它的花 煮熟之後會開花嗎? 開花的 現在已經是一個很漂亮的菜花了 給點想像力好不好? 不行,沒問題,我要看實物 不夠實物,不只花的實物 剪多一個吧,師傅 剪多一個吧,反正有 這個你劈一下 讓它更漂亮 對 待會可以站穩 好,現在我有幾樣東西 一個是加入墨魚膠 一個是炒飯 一個是用來清湯做 先做墨魚膠 為何我今天這個墨魚膠很方便 我不是自己打的 現成 現成 現成賣的 如果每個人都買墨魚去打 實在都… 都要人家 都要人家 對,反而打蝦膠 對,蝦膠 對 如果你打墨魚膠 實在有點麻煩 你可以把它加進去 加多少 就看你自己喜歡 可以多一點 不要多 不要太多 因為太多,它都會出水 對 我又不喜歡先炒 我喜歡就這樣加進去 最重要是加了之後 你不妨加一點生粉 預防它會削 或者如果再喜歡 你可以加一點胡椒粉 香厚一點 香厚一點 這樣就可以了 它不散,加了菜 不會 因為你加了生粉 對 就可以凝固它的形狀 你很厲害 對,而且它吸收一點濕氣 攪拌就可以了 攪拌就可以了 攪拌均勻就可以了 還需要調味料 不用了 加點其他材料嗎 不用了 你喜歡可以加進去 但調味料應該不用 因為我主要是調味道 的東西 菜是佔很少的部分 好,煮完這個之後 待會我會把它分… 四個 1、2、3、4 應該五個 你也要吃 看著你吃 接著我們看看 這個 菜頭 洗乾淨後 待會我會用清雞湯 把它慢慢煮熟 煮熟 對,我先把清雞湯倒進去 很簡單 最好先煮熟 如果你說我不用清雞湯 你可以加一點水 加一點鹽 加一點糖 你喜歡的,加一點油 我們會把它一個個放進去 喜歡的可以加一點金華火腿 可以加一點點,對嗎 這東西挺富貴 可以 他比大王更多 對 他本身很富貴 不知道多少 三、四分鐘 三、四分鐘 你看到這些位置 開始有半透明 半透明,會開出來嗎 還是有一點 不會,也不會開 可能會比較脹 但我覺得也挺漂亮 以最簡單的切掉 你也可以用一朵花 一菜三味 對,一菜三味 好 三、四分鐘 三、四分鐘 我會做麥魚餅 麥魚餅 或者三個、四個、五個 都是隨便的 只是大一點 你可能要煎久一點 如果是小的 你自己用時間就可以了 幫我給油 多一點 多一點 好,煎均勻鑊底就可以了 這些油煎出來之後 煎出來 應該會用來炒飯 放足夠就好了 不用用光 不如直接把它下鍋 在它下鍋之後 我把它壓成餅乾 對 雖然不可以像模型一樣 但自然 有家的感覺 淋上去的時候 我喜歡你說的 要不要再撲少許粉 在表面上 然後讓它更加好 這個又可以 如果兩個吃法不同 如果在表面上 撲少許生粉 你吃起來好像一股皮 我把它這樣放進去 一個 這個也挺厚 待會再壓扁它 待會壓扁它 這個是最原始的 加點感覺 我最喜歡你說的這句 放少許油 先把它反轉 反轉了 這邊就有油 對 這樣就沒事了 就不黏了 是不是 這樣好了 到這個做完了 到這個 現在那邊已經有油 然後壓扁它 就不黏了 你要多高、多大 就可以這樣做 所以這個是聰明的做法 對 很多時候 對 這個就這麼好玩 就像這個一樣 我做完就對了 反轉 要知道要煎多久?師傅 如果像今天這個這麼厚 都要四分鐘至五分鐘 好 在這裡煎 應該用 這道火就對了 這個中火 中火 對,中火 你看到氣泡 微微的滑滑的聲音 但它又不要快焦 這樣就可以了 師傅 你煎還是煎 我這個差不多了 我怕它太黃 好,你幫我撈起它 好 辛苦你了,大和 辛苦你了 待會給你多吃 每邊四分鐘 還是差不多 搭配四分鐘就可以了 明白 我們怎樣看它呢 最初它沒有彈性 你按多扁,它就很扁 但當它熟了的時候 你按多扁,它也不會扁 就變得固定 它還要彈上來 彈上來 彈上來 就像年輕人的皮膚一樣 彈上去 對,雞三分 我們也可以 對,那時候就算是可以 這裡煎的時候 我又可以說最後一件事 好,菜飯 炒飯 這個是懶飯 對,我今天多加一點 我喜歡加一點薑 薑是很有益的 菜會否太多 有菜腥味 有菜腥味 或者有韓 無論什麼都好 總之它有益 你就把它切下去 我叫這叫薑米 要怎樣呢 切得小得像小粒米 就不覺吃了 不覺吃了 但香味在這裡 你可能會咬得不好 我覺得效果也不錯 這邊的顏色很漂亮 金黃色 對,要金黃色 金黃色 先看看 很漂亮 很漂亮 很香 先拿起它 划算 划算 這個很送飯 是 我們下一個步驟是做什麼 我們先炒飯 炒飯 剛才的油 拿到足夠 一勺匙一起炒 我們先炒菜 薑就在這裡 可以炒香薑嗎 對 我們先炒香 是否不用炒太久了 因為炒得很久了 因為炒得很久了 它會有魚色 就沒有了那種香的味道 加了飯 你還要炒 現在聞到很香的菜 很香,薑 薑味又在這裡 現在就軟了一點 你喜歡在這裡 可以放一點鹽 然後你可以放一個飯 一勺盛 飯是隔夜的 要不要加一點水 會,你也會 因為可以用隔夜飯 但是攤冷了 不用隔夜,也要攤冷 之後就可以加水 剛才說我們有些雞 雞湯 清湯也可以加進去 對,清湯是用來煮菜 在那裡又有菜的香味 我們不要浪費 所以這裡也會有 我先預料兩湯匙 炒開 也要視乎你的飯多硬 菜有點鹹味 對,清湯就有自己的味道 這樣就剛好 我把它炒均勻 好了 有一種上海的感覺 對,很上海 對,很上海 很上海 關火 關火 到最後了 你喜歡的話 可以將這個放進去 我現在將它煮一碗 好 用來放 好,拌勻 師傅 厲害 雞湯 對 有一點濕氣 待會容易拿出來 謝謝你 你真的很聰明 師傅很聰明 這個位置必定要有它 對 我很喜歡你 這個話 好,攬好之後 那我倒轉就有個形狀 對 那又可以 你說喝一瓶也不錯 好,我們上碟 好,開始擺盤 對 好,將這個 來 濕濕的 原來是有好處 對,謝謝你 這個燒糖菜真的很棒 對 煮得這麼久,仍然是脆綠 而且你覺得做起來 好像很漂亮 它簡直是漂亮 像一朵花一樣 對 我以為你的魚餅是豬打 原來菜才是豬打 兩樣都是豬打 真棒 這樣,是不是挺好玩 真棒 真棒 看到想吃 是嗎?是 我們今天這個就是 煎小糖菜墨魚餅